阿萊出嗜血弓是有什麼毛病 跳哥在玩什麼踏入 哈哈哈哈 白哥我是你會嚇到喔 感覺很酷 哥德爾應該有看到BUG吧 沒注意到耶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用慢動作呈現 首先看到了哥德爾 我們先綁他一個大招 大招綁完之後 當我按下嗜血弓哥德爾 居然被綁了第二次 我剛剛大招不是用完了嗎 太神奇了啦 在訓練場測試也完全OK 按下嗜血弓可以綁第二次 另外補充加碼 艾瑞也可以喔 覺得這個BUG超神奇的 歡迎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優格 I'm Yuga 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人 看到開頭 哇阿萊斯特有BUG耶 就馬上去實戰測試了 一定很多這種人啊 100個裡面可能有90個 我知道 但是呢 你們在興奮之餘 請記得 一定要把影片看完 想測試的話 你再去測試 免得得不偿失喔 如果你只是想要 簡單測試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直接去訓練場 就不用去實戰裡面做實測了 那目前這個BUG呢 我在打這場的之前 就已經有回報官方啦 所以這個什麼時候會改掉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目前因為 中秋連假的關係嘛 這個 你也知道 所以中秋連假 你們要測試 應該是可以測試得到 不過在連假之後呢 我就不敢保證了 但是我一定要再三強調 請去訓練場 測試就好 實戰的話 我沒這麼推薦 這邊暈到兩個人 再加上 安奈特的把 讓我們家的潘因 直接收到人頭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去反對方的紅嘛 結果對方也來反我們家的紅buff 導致我們潘因 他在等級上 就沒有辦法四等 好險他剛剛有殺到一個人 好像還可以 因為這場我想要 更快的讓你們看到結果 所以我再出完鞋子 馬上就預購嗜血弓了 很多人會想說 哇可以連續綁兩次耶 但是這個兩次 犧牲的點真的蠻多的 這邊先來殺掉龍馬 但是對方拉維爾 打野好像不太行 殘血就跑了 剛好哥德爾跟圖倫的資源 把我們家安奈特 還有蘇都收掉了 很虧啊 對方是一換二耶 怎麼想 都是對方比較划算 剛剛有講到 我綁兩次 好像很嗨 但是必須要犧牲 為什麼要犧牲 因為我買嗜血弓 並沒有增加阿萊任何的數值 他是玩技能的 不是玩普攻的 而且嗜血弓 現在要2550塊的經濟 蠻貴的 我再加400塊就可以 買王者之劍或綠書了 我卻要花2500的經濟 尤其像前期 賺錢速度那麼的慢 要出完鞋子 就馬上買嗜血弓也不容易 你這 可能沒有六七分鐘 是出不來的喔 那前面的10分鐘 就會變成 你綁到人 但是你沒有什麼傷害 傷害來源可能要依賴隊友 這邊很快的清完中兵 我在想 對方的圖倫 一定會靠下支援 所以蹲在這個草抽 可是只有安奈特有 有看到我在幹嘛 我們是不是直接走過去的 導致說沒有任何傷害 就這樣子 你綁了兩次又如何 你沒有傷害 所以 阿萊斯特還是需要隊友的幫忙 那至於怎麼樣連綁兩次呢 像我們開頭的精華影片 有看到嗎 大招綁下去 綁完之後 再按嗜血弓的主動技能 這邊暈到兩個 但是潘因 慢了一點點 沒有辦法 就是你控到人 又如何 因為你沒有任何傷害 這邊我走這邊 結果圖倫直接 二劍直接 瞬移過來的 直接反綁他 可是傷害量 不太夠的 如果我這個第二劍不是出嗜血弓 是出 魔攻裝備 那個圖倫早就死掉了 所以這是必須要犧牲自己的輸出 所換台的綁兩次 你們覺得划算嗎 當然如果你們是很會打五排 很會三排多排的話 那當然很歡迎 可是以目前來說這個bug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改掉 那也因為 第一時間要發片給你們看 所以這部影片就不給騙師檢了 如果給騙師檢的話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可能要 三天之後了吧 而且三天之內呢 萬一有人 出這部影片 我這部影片就沒觀看了 我跟他半血要貪兵線 結果被龍馬收掉了 可是我才死一次 那也安捏 對面超有錢 對面怎麼那麼肥啊 這邊拉維爾 一個蹲點 我直接被秒掉 尷尬 哥德爾一個塔下的大招 對方那個蹲點好妙喔 再加上拉維爾的大招 暈住 整個不能動 然後再被圖 圖倫怎麼六零零啊 哇 對面哥德爾的經濟 比我還高 我是這一盾裡面最有錢的 結果對方的輔助 比我還有錢 這是什麼情況啊 六分半的時間 我們已經輸對方 五千塊的經濟量了喔 怎麼會輸那麼多喔 我記得我們這場前期打得還不錯呢 對吧 前期我們有殺到一點人頭 可是 這個經濟的差距好像 落差的蠻大的 看來這場 不妙 好險我現在嗜血攻出來了 已經可以測試 大招 究竟在實戰裡面 可不可以綁兩次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真的 看我實測就好了 不要自己去實測 因為真的 我實測下來的感想啊 你們看影片就知道 我就先不破梗了 破梗 你們就影片滑掉啦 清個兵線 我現在很期待 想要綁兩次 但是一直找不到這個機會 因為一直在清兵、守兵線、守塔之類的 我出了嗜血攻 你看我連清兵自己都好像有點困難 因為那個傷害量真的有點偏低啊 不然之前只要出一件 魔法裝備 那個清兵線真的一二技能放下去就不用管他 唉唷 對方好多人又蹲在我們紅區喔 安奈特有點不太妙 哇我們家弗洛倫直接滑出去是不是 我就馬上開大去斷哥的大招 然後看一下嗜血攻 我在綁誰啊 看來這個bug啊 他第二次綁的人 只能綁同一位 就是你第一次大招綁的那個人 他並不能再去綁他其他的隊友 所以我剛剛變成嗜血攻空綁 然後對方有發現到 我好像在測試什麼東西喔 所以我很想要跟對方溝通一下 能不能讓我測試 就是綁兩次 在實戰裡面能不能使用 因為我自己在訓練場是100% 都能夠成功 但在實戰的話 可能就是要去測試一下啦 像這邊好像找到機會了喔 我的嗜血攻快要冷卻好了 所以就馬上發起一個進攻 因為我真的很想測試 對方龍馬說 超酷的 沒錯 又看到哥德爾 他又開大招了 所以我只好開招斷他 看一下嗜血攻開起來 真的有綁第二次 只可惜哥德爾太早死掉了 對不對 不然我真的可以實現 那個綁兩次很帥的畫面 剛剛那個第二次好像只有綁0.5秒吧 我也用慢動作啦 所以感覺我綁一秒 其實只有0.5秒 有點可惜喔 不然這畫面就完美了 哇這個弗洛倫直接滑進來 好險現在塔很痛 漂亮 哇哇 拉威爾的大招 差點把我殺了 那我剛剛就問哥德爾說 你應該有看到 我剛剛那個綁兩次的BUG吧 但是他說他沒有注意到 所以我就不行啦 沒有那個完美的畫面 怎麼跟我的觀眾 或對面交代呢 只不過這場有點太慘了啦 然後我就跟對方溝通一下 能不能讓我測試 一個過來給我測試啊 不要殺我 對 拜託讓我測試 然後龍馬真的走過來了 我大招綁他的時候 最重要那麼一次 結果失敗了 關鍵就在於 我的嗜血攻太早開了 一定要等大招綁完人之後 完整的綁完 再按嗜血攻 才能綁第二次 你在大招還沒結束的時候 就是大招過程當中 按嗜血攻 就真的是嗜血攻的功能 並不會讓你綁第二次喔 可是剛剛最關鍵的時候 居然失誤了 哇 太早按嗜血攻了 希望龍馬有看這部影片 希望 讓我知道 你要說讓你知道 我們真的沒有在騙你啦 好 那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有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